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今天咱们来继续游戏 挖宝工人 那么这个游戏的话 整体还是非常简洁的 咱们这个矿工看起来 就像一个纸片一样 不过更是这类的简洁游戏 给游戏带来一丝乐趣 简洁风看起来更干净 没有多余的这类的感觉 而且2D游戏的话 对于3D的话 它对于巨尺的表现会更好 但可能光影的感觉 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但不过2D游戏 有2D游戏的这个魅力 那么通过一个平面来展示出 比较通俗易懂的这个画面 就像跑酷类游戏 这个横板的纯2D游戏 看起来这个视野上 就是一个整体这个侧面的游戏 但3D的话 就看起来就不是一样的感觉 那么这个完全取决于 玩家到底喜欢的玩的是哪一类 好 这也是获得了一个不错的表现 那么你可以选择通过观看这个商业广告的形式 来获得它的一些的这个道具的这个加成 那如果不看广告的话 可以完成咱们每一关的这个挑战 挖取更多的宝物 好迅速进行挖掘 到了37米 那这个的话米数的话 是根据咱们第一次的这个钻头下探的这个力度 如果能达到中间这个力度的话 那么就很给力啊 如果你达不到中间这个这个力度的话 那么就可能 首次下探就比较近 那么后续咱们需要自己挖 那挖的话 它也是有部署限制的 也不是说完全的就会进行一个无限的这个挖掘 好快速的进行重新选择 那咱们距离下一关可能就更近了 差不多这次挖完就可以达到下一关了 哎这个炸弹是一定要挖的 哎他进入到了西游关卡 哎获得这个西游的矿石 哎疯狂点击醒目啊 咱们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进行疯狂获取 好的一定要挖炸弹 炸弹可以获取爆破效果 最早的话 我以为挖到炸弹这个人物会挂掉啊 但没想到这个炸弹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可以炸开一大片呢 好进入到了新地图 那游戏的话 我依然给出的是三星评价 还算中规中矩的一款作品 在闲暇时间来就玩还是不错的 但除了这个挖宝的环节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东西了 如果能增加一些其他人物的互动 我觉得会更好 好再次下探 这次的话咱们的步数正然变成16步了 看来之前升级的都没了 到新途的话就需要重新升级了 这个还是不是太美丽啊 这我们辛辛苦苦打下的产业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就把咱们给这个东西给取消掉了 好35米 他这个东西好像是直接就是蓝的了 那看来是下探的距离比较长 好多升级几个 然后再次下探一波 好准备下探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手库碗 我们下期再见 好准备下探 好准备下探